- 上一集有讲到其实Vivi是全职妈妈 我觉得我个人是全职上班的上班族 我都觉得受不了了 更况你们家的高学宝宝是24小时要去伺候她 那我跟你讲她超狂 她从还没有结婚前就已经计划 后面到底什么时间要干嘛了 可是你当全职妈妈是因为你本来就爱小孩吗 不爱啊 不爱 超不爱 那为什么我会想 我以前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 我还有跟我妈讲过 妈我可不要结婚吗 她说哦好啊 结果后来就是脑袋撞了 脑袋撞了 脑袋撞了然后想结婚了 然后想生小孩 可是我就是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先跟我老公说 我结婚不甘公婆住 然后我生小孩 一定要住月中 如果没有住月中就不要叫我生了 这样 那当全职妈妈 就是你本身是就是这种 就是良 要怎么讲 嫌弃良母心吗 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我以前是超级工作旷 就我身边朋友都知道我超级工作旷 我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在赚钱那种 从来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想过我现在会在家里带小孩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结婚了之后准备生小孩 但是选择在家里呢 我其实是觉得教育 主要是教育 因为现在看到太多 就是你可能去工人去外面餐厅会看到很多小孩很恐怖 就是一看就是很没有家教或什么的 但那很多都是长辈带的 不是啊被长辈做 这个这个 长辈带的 大部分啦 对 不要你会带全 我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奥帮长辈讲话长辈就是因为你知道老来得子 脾气比较没那么长 宠孙岁才会在宠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亲戚也有就是就是阿公阿嬷带的小孩 就是蛮恐怖的 就是因为教育上面一定是对阿公阿嬷来说他只是在宠孙子 他本来就没有教育的责任 但我觉得小孩教育很重要 尤其是三岁以前 就我自己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在决定要结婚生小孩的时候 我就跟先就先跟我老公说 我以后小孩要自己带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脱手给别人 我会觉得脱手给别人 比如说我给公伯带 那你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了 就小孩要怎么教变成 公伯会出意见 因为他有帮你带 那等你他教一套你回来教一套 那小孩就完全不会是你想要教的那个方向 其实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 你觉得其实这个社会其实对全职妈妈不是很友善吗 非常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其实很多 我自己没有这么有感受 可是是我的朋友 我很多朋友是一怀孕 可能跟公司要请你参加 公司就请他离开 嗯 老板会请我们离开吗 没有啦我们还没有生小孩 虽然劳基法规定可以请半年 可是有很多公司 大公司可以 他可以找人来补你的位置 可是小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你这样消失半年 他会找不到人来接替 或是他很难找一个人突然来接半年然后就离开 然后所以很多妈妈不敢生小孩我觉得这质疑 或者是他可能就只请产假不请后面的运营假 然后或者是你请了 像我请运营假 如果请了 最多可以请两年嘛 你要回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这两年都待在家里 你好像 这两年是空白的 所以很多妈妈会很难回去 然后或者是有些公司会加班或干嘛 你没办法接小孩 所以我听过很多妈妈回职场的时候 都变成他只能去找 计时人员做 因为他必须要 小孩一下课他就是接小孩 对 所以就变回职场就有点难 那你选择在家全当 就是全心全意的带小孩 你的家人支持的吗 就他们会觉得说不用赚钱吗 或者是小朋友这样子 嗯知道就有一些 murmur 我觉得他们没有讲太多话 是因为 我自己有 就是我觉得妈妈要先把自己后面的路想好 比如说我决定要 全职 当家庭主妇的时候 我就有先在事前可能 在网路上找一些事情做 比如说网拍啊 卖卖东西啊 或什么的 就至少有一些收入 或是本来有存款 或干嘛 我觉得全职妈妈可以先算好 你后面 就是身上一笔钱 或是你还是有一些收入进来的 这样子长辈比较不会讲话 会觉得怎么只有老公在赚钱 或什么的 对啊 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说 全职妈妈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高兴的工作 用时薪换算过来的话 很高耶 我有算过给我朋友看耶 如果你时薪用 之前我用160算吧 然后24小时 然后全年无休 最低最低老公要给4万多块5万耶 哇 老公在干嘛 因为像我朋友他就是最近在找那种准公托什么的 其实一个月也是要一两万块啊 要 就是 如果你现在上班族薪水平均3万 然后你如果送 托婴或公托那些 就算扣掉补助一个月好像要一万一一万二左右 就其实也很多 然后如果你请保姆的话就更贵 然后保姆现在还有三级的奖金 对啊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有点 保姆还有加班费 就是他们按照牢基罚资 对 就是如果我加班 然后我的钱就送给保姆 因为保姆也要加班费 那 那何必请保姆 对 自己带 而且现在的保姆 有些蛮恐怖的 而且 哦 尤其你刚刚就是私底下聊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因为是高级球宝宝 其实你不是那么放心 对 对不对 嗯 那像像全职 我们都知道 你刚刚有说就是 你一年 不是一年 是一天只剩4个小时 对 那你其他20个小时都在做什么 泡奶啊 陪碗啊 抱他 哄他 陪碗 无止境的 陪碗 准备吃的 就一整天就是这样 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 因为很多人会说什么 你全职妈妈小孩睡 你就跟着睡 对啊 放屁 睡个屁啊 你还要整理家里洗衣服 然后他跟他的奶瓶 然后准备他的下一餐 因为吃副食品了 然后可能煮晚餐 干嘛干嘛干嘛 洗菜 反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睡 其实他就是一个循环 当他休息的时候才是你快乐的时候 不是啊 不是说当他休息的时候才是你要去 做事的时候 对 是不是 对 那全职在家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小孩 就像等于养一栋房子 嗯 因为现在不过说什么 到底是要养房子还是要养孩子 养房子啊 养房子 你现在会这么觉得 养房子啊 就是小孩 我每次都开玩笑说 小孩跟房子你只能二选一 真的吗 真的只能二选一 因为你有了小孩之后 你根本那个房贷你 付不下去 你要付的时候你就会想说 啊 幼稚圆的费用啊 然后什么什么 就开始算算算之后就 好像算了 我先养小孩好了 因为刚刚已经有聊到就是 像从怀孕生产啊 然后一直到这样的基本的开销 除了这样子之外 就是刚刚也有聊到就是 大家都很知道最大一笔的钱 可能会在月子中心 对月中超贵 嗯 然后很多人 婆婆是不给住月中的 我婆婆其实 一开始也是 为什么 我们还没有 我们才刚结婚 可能半年吧 然后有一次婆婆就没头没尾的 突然跑来 然后就说 你们不要住月中哦 那我就心里想说 我都还没怀孕 你跟我聊这个是要 干嘛 然后他们就是觉得 月子中心很贵 长辈都觉得月子中心很贵 我帮你住月子就好了啊 我带过小孩啊 我帮你啊 什么什么的 可是 我一开始就说 我跟我老公说 不住月中我不生小孩 所以我就不知道要管他 我就是要住月中 我不 他可能提了一些什么 月少或什么的 可是 反正总而言之 我就是住月中了 对 那住月中 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蛮值得的 我觉得尤其对新手爸妈 因为 我后来是婆婆嘛 婆婆你需要休息 如果你没有住月中的话 没有办法有人帮你顾 那你就变成你抱着伤口 然后你还要顾小孩什么的 就是很 麻烦 而且 因为我们没有顾过小孩 其实不知道怎么照顾 月中他们比较专业 对 所以住月中我觉得 这笔开销是蛮值得的 对啊 因为像他的孩子是高需求宝宝 其实如果没有住月中的话 我也不会知道 对 没有护士告诉他说 哎 你的宝宝是高需求宝宝 他是不知道 嗯 那有些 就像一开始说 婆婆说不给坐月子 他的想法就是觉得 浪费钱 对他们觉得那个费用太高 可能 以前 长辈没有在 他们坐月子都是在家里嘛 自己煮一些吃的 或是自己的婆婆帮他坐月子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笔开销 太大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去月子中心是去爽的 就是去躺在那里 有人服侍你 觉得 其实也没有耶 因为去月中 其实我也都没在睡觉 因为你去月中的时候 挤奶也是 就是你光挤奶 然后喂小孩 干嘛干嘛 你只是有人 帮你煮了三餐 然后教你照护 可是如果你有挤奶 其实也没什么睡觉 因为你三个小时就要挤奶 半夜也要挤奶 然后如果 因为像我们新手 妈妈比较紧张 就会想说那多练习 就会让小孩推进来自己喂 所以我挤奶一个小时 然后喂奶要喂了一个小时 然后这两个小时过后 我还要洗奶瓶 然后饭还没吃 我就直接又进来了 哈哈 就是很恐怖 所以其实就是 没有 她是去休息养身体 没错 可是并没有很爽 因为如果你要挤奶 你还是 该做的事情都还是要做 其实就是住在月中的母牛 是不是 母牛 那这样子看看算下来啊 因为我之前看到网络上 有人有统计一个 就是从怀孕到生产 然后到月中 其实这样整个金额下来 大概30到50万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因为如果 因为有些人是住30天 有些人住45天 所以那费用就会很高 那最后这个费用 那费用后来是我婆婆付的 哈哈哈哈 对最后来是我婆婆付的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看到小孩 看到小孩了 看到小孩了 他最后就帮我付钱了 所以谢谢婆婆 哈哈 我们是世俗 我们是真的想笑顺活 对 谢谢婆婆的笑心 是谢谢婆婆的笑心 还是我们 我们要有笑心 那除了像平常 像刚刚有聊到就是说 小朋友像单月的话 开销是一万块嘛 嗯 那就变成说一个小家庭 它基本的开销 可能就蛮惊人的 对 而且那还不含 它开始吃副食品 因为副食品有些妈妈会自己准备 但是大部分如果在上班的妈妈 是没有空用的 因为你的副食品 你还要先蒸蒸完之后 再弄成泥 然后弄成泥之后 你还要再装成冰块 然后放冷冻什么的 其实那蛮花时间的 所以很多人会用买的 然后像我雇他也没有时间组 而且因为高学球宝宝其实 在练习吃副食品的路上 也是蛮艰难的 不是我一个是什么 可以直接让他啃东西吃的时候 BL大嘴派是什么 就是那有一些学派 可是那个自己吃 那也是要有人一直盯着他 顾着 但那也是要准备东西 所以有些妈妈 就会直接去买县程的 然后如果买县程的话 大概一个月 也要大概3000块左右 嗯 蛮贵的 小朋友只要挂上宝宝 两个字就超贵的 那平常 因为我 对 刚刚有看到其实滴滴他有一台小小的战车 嗯 那像光是这方面的一些配件 还是什么推车 这样买下的滴滴扣扣也不少钱 对 我们是怀孕之后才发现 推车跟汽车座椅 这些东西超贵的 就是我们去看富佑展 推车 大部分 正常价格落在大概1万上下 然后汽车座椅也差不多1万 那好一点的当然就2-3万这样 然后 就是那些费用其实加起来都算蛮惊人的 那已经经过这样 你会想再生二胎吗 嗯 我想想 哈哈 因为其实蛮恐怖的 我觉得生完一胎之后蛮恐怖的 然后如果花费又变成2个的时候 其实那一般的家庭我觉得蛮硬的 那因为刚才有说到说 到底是要养房子还是养孩子 还是你会想说 不要二胎就是养房子 是这样换吗 是这样换吗 好像换不了了 也换不了了 换不了了 一个就已经上妆了 没办法 换不了了 可是因为你有说到 就是你的个性本身就是比较 就是工作上 就是你会想要 职场女强人 对对职场女强人 然后所以在妈妈做全职 妈妈这一块你也算是 怎么讲不能说强势妈妈 就是会有坚持自己想法的妈妈 那这样如果再重来一次 你还会想做全职妈妈吗 会耶 还是会 还是会 还是你觉得我不要生小孩好了 也是有可能 你听不懂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做全职妈妈 因为我觉得小孩的陪伴 就是他就真的只有一次 错过就没了 而且小孩的成长不是慢慢的 他是突然瞬间的 就像有时候我老公回来会说 诶 怎么儿子突然会这件事情了 小孩会东西 他是突然一个瞬间 他就会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不想要错过 就再来一次我还是会 选择陪小孩 可是其实育儿这件事情 即使他非常难带 你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一样90后 我到现在还不敢生小孩 有什么样子的冲动 才会办法有小孩吗 就是头壳撞到啊 哈哈哈 跟结婚一样啊 是一个不小心 不小心 不算啊 我们是计划好的 嗯 那如果说你给现在的全 就是90后 不管什么 就是像我这种 可能有准备 但是没有准备好 你觉得要给大家 什么样的量 良心建议吗 准 我其实觉得永远都不会准备好 永远都不可能准备好 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 我们也突然觉得 嗯 怎么有小孩了 就算我们觉得 我们是规划好 又有小孩 可是当看到艳艳棒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是傻眼 想说 嗯 怎么来了 我觉得永远都准备不好 但是 就是我觉得 如果要生的话 真的早点生 为什么 不然那个体力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小孩的体力太好了 就如果再 让我选一次 但是我还是会选择 30岁以前生小孩 嗯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 因为你在这段 就是你的育儿期间 是因为你的老公 算是神队友 还是猪队友 怎么样子可以帮忙 support你吗 我老公算神队友 嗯 就是大家 看起来的 就蛮神的 他其实以前不是这样 老公要教育 哦 这是他的名言 老公要教育 老公要教育 公伟吧 对 准备也要教育 就是我觉得 老公有帮忙差很多 因为如果 我儿子这么恐怖 然后他又是 猪队友的话 我真的应该会 想把他们两个掐死 哈哈哈 因为很恐怖 因为一个人带的时候 真的很累 你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 如果老公又很猪队友 因为很多老公 不是都不会带小孩 然后会有听过尿布什么 都已经包多大了 老公只包过一次尿布 然后从来没有帮小孩 洗过澡这些 可是 我家的话 家是我的工作 然后雇小孩 也大部分都他 之前半夜起来喂奶也是他 爸爸可以喂奶 爸爸给我奶 你挤出来了 挤出来了 挤出来了 对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他做 小孩洗澡 什么事情都是他做的 可是那就是 之前先讲好的 哦 你们有先有共识 有 就是月中在教我小孩洗澡的时候 我直接跟后事说我不学 那是我老公的工作 你们还是有分配的 对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给老公做 就像洗澡这个是他去上班之后 他也是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他每天必须还是要花时间陪伴小孩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护士说 有些事情妈妈可以不要会 真的有些事情妈妈可以不要会 你要放手去让老公做 不然妈妈就累死 因为很多妈妈放不了手 嗯 他会觉得老公过的小孩很恐怖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会一直在旁边帮他帮他 久了老公就是觉得 那你自己做啊 我做你就会讲 所以老公就会那就 反正你叫我做的时候我再做 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就不做了 那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 就是有人有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 当妈妈有没有什么小缺陷 就他们会很珍惜属于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小孩只要一闭眼那一瞬间 哦他的他的happy night 我的话现在是他睡无觉的时间 就是他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拿钥匙拿包包啊什么的 然后一看到监制器他睡着了 我就冲出去买菜 买菜? 买菜对 我就走去全联或什么的去买菜 买菜是你的快乐 我好可怜的 我的快乐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没有后人的 就是我们没有拖给任何长辈帮忙带 我们现在小孩一岁多 我们从来没有 脱手过 不是我带 就一定是我老公带 蛤那你讲的 这样子没有两个人的时间吗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的自由时光之后 小孩睡着之后的那一点点时间这样 所以冲出去全联是你一天的快乐 对我们就可能小孩睡 另外一个快乐就是小孩睡 然后我们两个半夜去附近买宵夜 所以可能买宵夜就是买宵夜 等于他去逛新义区的意思 对 各位不得妈妈都会胖 真的很可怜 我说各位不得妈妈都会胖 真的会 对啊只能吃宵夜自己的时间 而且作息 我想到一个 我朋友有一次跟我们去吃火锅 他现在跟我说他很久没有吃到热的食物 哦 大部分都冷的啊 对我傻眼欸 而且我很长 我傻眼欸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一天到下午三四点 我根本就还没吃饭 嗯 就你可能早上起来一杯咖啡 然后就不知道在忙什么 然后等小孩三四点睡觉了之后 你坐下来 你肚子好饿哦 结果今天根本就都还没有吃饭 他那时候来我家的时候也是 就是追着小孩跑 你知道大家都已经坐下来吃饭了哦 他跟他老公一定会有一个人 就是 就是要轮流吃饭 对 我也不知道多久没有跟老公坐在一起吃饭 对 就是很边缘的在餐桌边 然后哄小孩 你也在自己一点时间 譬如说我再给你一年哦 上一年你不要自己上餐桌吃饭了 你知道吗 他吃饭都会做的 会 我们都说你要自己吃饭了吗 你要自己吃饭了吗 因为他是都坐在餐桌上 可是因为现在还是需要餵食的阶段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个餵一个先吃 然后 餵完等下处理完了再换另外一个人吃这样 但是你因为这样经历过一次之后 你还是可能有计划想要二胎的 可能 为什么 还是要乱 对 那你会担心说可能二胎又是高气球宝宝宝吗 会啊 吓死我 很多妈妈都一直安抚我说 第一个很恐怖 第二个会是天使 然后我就说 那如果第二个也很恐怖 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就迁往啊 不过高气球宝宝 他其实蛮聪明的 有没有机会训练他帮你带小孩 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你小时候就是这样 可能可以 高气球宝宝是确实比较聪明 因为他们比较会表达自己 所以他像我很早就会表达他要干嘛 而且是很明确的那种 然后他也提早会讲话 就是算蛮早的 所以 现在带起来有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Vivi也不算是逆袭啊 我觉得比较像逆袭吧 就是 现在 那时候啊 还没有小孩之前都还不是 还不是那种身份 想干嘛就干嘛 对 又不是说像已经当然妈妈身份 好像才有真正做媳妇的样子 嗯 我是这么觉得 对 生完之后公婆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多 是好还是不好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很多朋友之前说 你又可能我是亲王 没有开玩笑 不一定 很多朋友说我怎么公婆很好 结果等小孩出来之后公婆变超可怕 因为每个人对教育教养这件事情 就是想法是不一样的 结论就是要踩好自己的底线 对 不对不是踩好自己的底线 要 站稳自己的立场 对对对对对 底线是已经有点降下去了 我们没有要降 我们要坚持好自己 对 所以其实也不是什么今世媳妇 我们最后还是可以跟老公还是跟婆婆 温情喊话一下 对你有没有什么 既然你老公就是 好不容易被你训练成神 对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 他一定是也有所牺牲嘛 一定有 因为他现在其实 他去上 他后来去上班之后 嗯 他等于是跟我一样 其实是没有休息的 对 因为我是在家没有休息 可是他是去上班回来之后 时间也全部都在带小孩 然后假日 因为我就说假日我要休息一下 所以假日会变成他陪小孩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其实夫妻两个人 其实有小孩之后是几乎没有在休息的 嗯 但是你还是觉得值得 就是你看到他的成长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值得 你会想吃小孩吗 不要 哈哈哈 是不是一个ending啊 欸你是人家聊了这么久 我们又没有要生小孩 哈哈哈 哈哈哈 拜拜 拜拜